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山东人 山东济南张求人 是宋代的著名女词人 她生活在南北宋交接的时候 是宋朝婉约派词的代表 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 但是这位才女的一生却是非常非常地坎坷 李清照幼年的时候 大部分时间是在风景如画 人文晦翠的家乡 就是山东历城度过的 那么大约在她五六岁的时候 她的父亲叫李格飞 来做了经官 于是她就跟着父母迁居到了京城 当时的东京汴梁 就是今天的河南省开放市 她可以说是在东京长大的 京城的孩子 那个时候北宋统治阶级响了成风 因为北宋的经济还是很发达的 当时的都城东京表面上是非常非常地繁华 而李清照作为一个士大夫阶层的大家闺秀 那么当然规矩是非常多的 由于那种礼教的层层的禁锢 她不可能像男孩子一样走出家门去接触整个的社会 但是她毕竟出身于这样的一个家庭 而生长在一个繁华的大都市 她不会像乡村地主家的姑娘那样的闭塞 她还是可以出去接触一些朋友 可以出去游玩 她不仅可以划着小船 嬉戏在藕花深处 有没有想起她写的那首《争渡争渡》 而且她还可以跟着她的家人到东京街头 去观赏那些个奇巧的花灯 繁华的街景 那么这一切 她童年的经历 陶冶了她的性情 丰富了她的精神生活 在她十八岁的时候 李清照结婚了 她的丈夫叫赵明成 是当时的泰学生 高级知识分子 那么在结婚之后 李清照和丈夫情投意合 夫妻两个人是如交死期 但是幸福的时光总是很短暂的 好景不长 朝中新党旧党的争斗是越来越激烈 那么一对鸳鸯 也因为政治的原因被活活拆散了 赵明成和李清照隔阂相望 饱受相思之苦 但是更不幸的还是在后边 公元一千一百二十七年 北风的女真祖 也就是后来的金 攻破了东京汴梁 徽宗和亲宗父子被俘 高宗逃跑到了南方 那么这就是历史上 徽亲二弟被俘的 这样一个非常重大的政治事件 李清照夫妇也当时随着难民 流落到了江南 漂流异地 那么在兵荒马乱之中 他多年搜集的金石字画 丧失殆尽 那么给李清照带来了非常沉重的打击 和极大的痛苦 后来金人的铁蹄南下 而南宋王朝却是腐败无能 自毁长城 杀害了岳飞 那么同年赵明成被任命为健康之府 就是任健康的父母官 那么在一次城中的叛乱事件里 赵明成他毕竟是读书人 胆子小 弃成逃跑 而这样的一种举动 让李清照对他心灰意冷 后来赵明成也是心情郁郁寡欢 那么死在潮州知府的上任途中了 在目睹了国破家王之后 李清照呢 虽处忧患穷困而治不屈 他没有屈服 在寻寻觅觅 冷冷清清的晚年 他担惊截律 编转了金石路 就是为了完成他的丈夫王夫吧 赵明成的魏晋之功 而当时金兵的横行肆虐 也激起了他强烈的爱国情怀 他积极主张北伐 收复中原 这和当时的抗金大英雄岳飞 其实是不谋而合的 但是南宋王朝 腐朽无能 天安一语 尤其是当时的宋高宗 他是绝不愿意收复北方师弟的 为什么呢 一旦收复回来之后 徽宗在 亲宗也在 就是他的爸爸 他的哥哥都在 哪轮得着他来做皇帝呢 所以后世很多人说 当时南宋腐败 不愿意收复师弟 都是奸相 就是大奸臣秦桧 他搞的鬼 其实真正的原因 在宋高宗身上 正是因为南宋王朝的这种无能 和他们的这种自私的心理 是李清赵 他收复北方师弟的希望 成为了炮影 李清赵在南渡的初期 刚刚流落到江南的时候 还写回一首雄魂奔放的夏日绝句 也是慧智人口的 声当做人节 此意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 不肯过江东 他借楚汉之争时 项羽的那种宁死不屈 来讽刺 徽宗父子的丧权辱国 把这种意味 表达的是淋漓尽致 表达了对当时宋王朝的愤恨 那么多年的背景离乡 李清赵那颗已经破碎的心 很难复原了 而且他后来因为有过一次改嫁 又遭到了士大夫阶层的 无垢和渲染 因为当时可能女子改嫁 是很多人不能接受的 而且他改嫁的就说 他的改嫁的这个男人 也是对他还有一些个不好的企图 想谋夺他的财产 于是他的心灵受到了更严重的伤害 这样一个无依无靠 呼告无门 贫困忧苦 流落异乡的女人 最后寂寞地死在了江南 所以像我们能把李清赵的词 牢牢地记下来 因为他不仅仅是一位婉约派的女次人 更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次人 好 我们今天的中华小故事就分享到这儿 我是子飞 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 好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 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诗词 大世界 我是子飞 现在进入我们最后一个环节 叫做人人来被诗 今天站在我旁边这位又高又壮小伙子 是一个特别招人喜欢的小男生 我之前也跟他聊了一会儿 真的是很有意思 然后我们先请我们的背诗小嘉宾 给大家介绍一下他是谁 他几岁了 好不好 来 对着我们的镜头 大家好 我是汪尼江天成 我今年六岁了 我现在要给大家背诗 宋代的李清照写的红衣简梅 衣简梅 好 那你先背吧 红偶香彩玉电秋 清解我伤独上蓝钟 云中谁记景书来 燕子回时月满西楼 花子飘零水自流 与一种相似两处闲愁 此情无计可消除 才下眉头却省心头 谢谢大家 背的特别有感情 应该给你一百分你知道吗 背的特别有感情 而且背的非常的熟练 若妮我想问一下 你这个诗 因为这首词其实真的挺难的 我觉得你背下来特别不容易 你背了多久 背了几天 背了三天 背了三天就背下来了 因为这首词在字数挺多的 你觉得吗 所以真的是不错 因为这首词是一个 他的作者是一个女性 然后刚刚我们聊了 因为你今年才六岁 然后是一个特别虎头虎脑的小伙子 你跟大家说说你为什么长得这么高 个子这么高好不好 我特别想听你那一段 来对着镜头跟大家讲 为什么长这么高 你才六岁 我第一件是我爸爸吃得好 爸爸高 然后第二 我吃饭吃得好 第三 是我运动很多 对了 你看 所以要像我们若妮一样学习 首先 爸爸个子高 这个是我们先天的优势 第二 你吃饭吃得好 对不对 然后运动多 这样身体才能变得像你这么好 这么壮 对吗 所以你身体这么好 你一定喜欢很多运动对吧 喜欢什么运动 篮球还有骑自行车 篮球骑自行车 还有呢 你应该不止这些运动吧 游泳 游泳 篮球骑自行车游泳 你平时会打篮球吗 平时有时候打 有时候会打篮球 跟大概你一样大的小朋友吗 不是有时候跟我爸爸 还有一个 跟你爸爸打 对有时候 有时候跟我爸爸打 有时候跟母方可 是吗 就是说基本上打的 都是比你年龄大的 都是大人对不对 对有时候大一点的 然后有时候 跟我一样大的 跟你一样大的 那你应该打得非常好了 不错 那除了篮球 自行车 游泳之外 你还有其他的爱好吗 跑步 跑步 所以你真的是很喜欢体育运动 是吧 对还有踢足球 还有踢足球 哇塞 所以你这个又背诗 又能这么多体育运动 真的是文武双全 会不会一些个什么乐器 你这是什么 钢琴 会弹钢琴 还有鼓 还有鼓 这个学了多久了 一点 学了一年了 所以应该弹得不错了 有机会我们来摆一个钢琴 让你弹弹好不好 怎么样 可以 然后你可以一边弹着琴 一边来背诗 感觉就会更好 我不是刚听 然后背诗同时 我不能那样 不能那样 我们可以练一下 应该是可以的 我们找一个曲子 来配合你这首词 然后我们来背一下 所以 若你今年是六岁多 然后大个子 体育特别的棒 然后大家刚才听到了 他背诗背的也特别的好 而且背的是难度很高的 李清照的《易姐梅》 是不是 所以 我希望真的 我们的收看节目的小朋友 能够像说你一样 像真的是兴趣广泛 然后知识又丰富 又特别的开朗活泼 这样的小朋友 特别招人喜欢 那么在我们节目最后 你跟对着镜头 跟电视机前的观众 小观众 跟你很多是和你一样大 有一些是像爸爸妈妈那么大 跟他们打个招呼 告诉他们 再大声告诉他们你叫什么 然后呢 希望他们喜欢你 可以吗 跟他们说 再介绍一下你是谁 然后呢 希望大家喜欢你 大家好 我是Rony江天成 对 然后呢 你今天表演节目呢 这个朗诵的这么好 心不希望大家支持你 希望是不是 要不要大家喜欢你 对吧 所以呢 告诉大家 希望你们喜欢我 好不好 大家希望你喜欢我 对 太棒了 所以在节目的最后 我们两个一起 跟观众朋友们 我们来挥挥手 跟大家说再见 好不好 好 一二三 大家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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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